因为我们的孩子现在年龄层越来越大了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他们的一些就是生理功能的一些退化 那我们在照顾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限制于就是说他们的安全的一个条件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希望这一套就是所谓的扶居系统 能够帮我们在孩子的移位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帮他们在做生活照顾的过程当中 能够确保孩子以及我们照顾人员的一个安全 以及他们的权利 这种固定式的移位机它比较偏要就是说 在第一个当然就是安全上 以及它的一个使用上 第一个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它是可以从床上直接就是把孩子从平行的一直拉到垂直 但是如果是这种移动式的移位机的话 其实它必须先把这个机器的轮子给固定好之后 才能够去移动孩子 那相对情况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 孩子是受伤 而且就是我们照顾员的受伤的几率跟风险就高很多这样子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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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